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有一片牧场 草每天都在等数的成长 就每天草增长量是相等的 如果放牧24头的话 6天可吃完牧场 如果24头的话6天 如果放牧21头的话 8天可以吃完 假设每头牛每天吃草量是相等的 第一个它问说放16头的话 几天可以吃完 好我假设原来的牧草量是A 那每天草的增长量是B 那牛每天每头吃量是C 那这样我们根据第一个条件 我就说你6天吃完 6天的话 这个牧草量有多少 就原来的草量 加上多少 加上6天 每天增长是B 所以是6B 这个等于多少 这个的话 等于那个牛 牛的话24头 吃了6天乘以6 那每天每头的量 吃量是C 那这是ABC的关系 好 那第二个条件呢 是说 21头吃8天 就A加上8B 这个是21乘以8头 每天每天吃量是C 那这样我就可以把ABC的关系找出来 好 那它说如果放木16头 放木16头 放木16头的话 16头了 那可以吃几天 我们叫T啊 C 那这会等到A加上多3天 这个吃踢天 所以是B踢了 那现在要求T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ABC的关系 首先这个 我把它减上去 2B等多3天 减上去 就是21乘以8 减掉24乘以6 C 那这个可以抽出多少 抽出 这个抽出 这个抽出那个 21头 抽出3好了 这个抽出8来 8 乘以这个抽出3 抽出3 那这样多少呢 7 减多少 抽出8 8 3 24 8 3 24 24 我看呢 抽出8 那它就抽出3 乘以2 抽出3 然后剩下2 C 所以这个等于1 3 8 24 C 也就是说B 等于多少呢 12C B等于12C 那A等于多少 A等于6B A等于6B 是12C 这个就是6 4 24 即2 6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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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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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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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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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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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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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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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9 11 要小於等於多少呢? 那一天的增長量是V 所以我就曉得這個N 它要小於等於多少呢? C分是V 那V是等於12C 所以C 所以N小於等於12 也就是說 N最多是12口 超過12口的話 你吃草的那個速率 就會大於草增長的速率 就會把它吃光 所以答案是12口 這是第二小